海面上飄著一個無人機具 不過這外觀像風帆船 上面還有太陽能板 前後兩端有衛星雷達的系統 不過上頭沒有任何文字或標示 也難以辨識 19號有漁民在澎湖木斗雨 發現這無人機具 因為沒有看過 一開始以為是風浪板或是接收器 於是套上繩索計畫 一路拉到吉北港 不過半路就收到海巡通知 在港外郊遊海巡處理 上面有很多太陽能板 是是是 這畫面曝光後就有網友推測 可能是美國海軍中央司令部 第五艦隊使用的無人水面潛艇 對此澎湖海巡隊初步研判 疑似是行動天氣感測器 可能因為電力不足 漂流到澎湖木斗雨海域 因為是第一次看見這無人浮具 目前還滯留在隊上 會向艦隊分數通報調查理清 因為有多的在天氣感測器